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好 去年11月也是在這個地方 那個時候的行政院院長賴清德 在這邊進行普悠瑪事故的專案報告 非常遺憾的 那次的專案報告 凸顯出來的問題跟不足 比解決的問題還要多 到目前為止 行政院的事故調查小組的報告 連您新任職的交通部部長林佳龍林部長 他都表示不滿 這都是過去的事情 對蘇院長上任以後所展現的魄力 很多國人都給予高度的肯定 我也有一樣的心情 但是我們接下來要檢驗的事情是 不管是過去留下來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有相同的魄力來勇於面對 最後一次 我陪普悠瑪的家屬到交通部去開協調會議的時候 做成了結論 非常多的承諾 有一些承諾 交通部做到了 但是有一些等到今天還沒有答案 那天一個重要的結論是說 那天一個重要的結論是說 三位台鐵局的前局長 是 ATP 該做好 沒有做好 普悠瑪 該做好沒有做好 要求究責 請問現在究責的結果在哪裡 是 跟委員報告 我們交通部也啟動了一個行政責任調查 因為先前是行政院的行政調查 沒有關係 就是這個週末 建議的懲處是什麼 對於三位局長建議的懲處 我認為可能會引起爭論 他們建議的懲處是什麼 我來質詢一個小時以前 有媒體用獨家放送 說三位前局長就是記過處分 是不是這樣 就是 范局長跟州局長是記過處分 這樣子的結果 部長你沒有辦法接受嗎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 我也沒有辦法接受 我希望部長跟院長在這件事情硬起來 讓所有的政務官知道 你們要當主管沒有問題 當問題是出了這麼多狀況以後 18條人命 到現在沒有人真正負責 第二件事情 過去 其中一個很大的爭點 是整個司機通聯的錄音帶 要求公布 海鐵也好 交通部也好 一而再再而三騙我 說那個錄音帶宜蘭地檢署扣走了 所以上一次在家屬到交通部開會的時候 我為了避免大家責任推來推去 要求發函去給宜蘭地檢署 請他提供錄音帶 結果宜蘭地檢署的回文 部長您知道什麼時候回來嗎 這個韓文是 2月 為什麼沒有按照承諾 在交通部的官網上面公告 所有的資料 當初說好的 就是要在那邊公開透明 把真相展現給社會大眾看 宜蘭地檢署的回文 為什麼沒有按照承諾公告 這個部分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他的回文是說基於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對不起 他的部分沒辦法公布 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層次的問題 宜蘭地檢署的回文上面沒有打密件 為什麼不公告 遮遮掩掩的怕別人知道內容嗎 第二個更關鍵的問題 我到昨天才逼出來這份公文 長了一個多月 我逼出來了以後 結果宜蘭地檢署怎麼講 我們在這邊只有副本啊 錄音帶的原始檔案還在台鐵啊 台鐵為什麼之前騙大家 包括前局長陸傑森也告訴大家 說他根本不知道啊 沒有這個東西宜蘭地檢署都扣走了啊 結果宜蘭地檢署回文直接打臉 東西在台鐵 可以這樣騙喔 錄音帶要不要公布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地檢署的迴海說 他這個部分 基於偵察不公開不公布 但是因為台鐵有原來阻擊裡面的 我再跟副長講一次喔 台鐵有原始的錄音檔這件事情 全台灣關心普悠瑪的人到今天才知道 要不要公布 我會責成我們同仁啊 就是因為他現在是 不講對不起喔 我的時間一直在跑 你要不要公布什麼時候可以給大家答案 你現在沒辦法回答 沒有關係 請櫃局 一個禮拜之內 對啊 所以二月台鐵就知道啦 現在三月啦 今天還沒有做決定嗎 不公布就不公布啊 檢察官的公司他不公布嘛 因為他是認為他 對嘛 上面寫的部分 檢察官的部長不用再重複了 依法能不能公布啊 我給委員講 明天向委員回覆 好 第二個 接下來我就完全看不懂 我們政府到底 的紀律在哪裡 給這些不效的廠商 散播的訊息是什麼 遠端監視系統 當初ATP遠端監視系統 花了1800萬座 跟全國人民說 裝了遠端監視更安全 結果等到普悠瑪事故發生了以後 大家才發現說 根本不能用 不是只有普悠瑪不能用喔 是整個都不能用 訊號太多了 根本看不懂 那我就要問啊 當初怎麼驗收合格的 結果呢 我們台鐵處理的方法呢 不是要廠商負責耶 是再給廠商一筆錢 把他之前該做好 而沒有做好的事情 給他錢繼續做 讓這些廠商把納稅人當提款機喔 我上次在交通部問了這個問題啊 部長你覺得這樣做適合嗎 這個部分喔 我想為什麼 遠端監視的系統 形同虛設 這導致這一次事故狠抓的原因 對這個談了好幾個月了 現在我的問題只有一個啊 沒有做好的事情 我們政府 解決問題的方法 不是去追究責任 是我再給你一筆錢 也要追究責任 什麼時候追究責任 在我們完成這個行政責任 我現在在講的是廠商的責任啊 對 我們現在台鐵處理的方式喔 對 是沒有去追究廠商的責任耶 再開一個限制性招標 給他錢讓他繼續做 這個部分我會要求也是要追究 需要多久 我想盡快吧 接下來不是還有這1800萬 後勤資源管理系統 為什麼整個維修狀況搞得亂七八糟的 最起碼調查報告也承認了 整個後勤管理亂七八糟 結果我問了好幾個月 花了4億喔 做後勤資源管理系統 到今天還不能用 這4億元要不要追回來 我想這個後勤資源系統的範圍是非常廣喔 兩個系統而已啊 沒有很廣啊 那這兩個系統連接在一起 彼此相互掛鉤 到今天喔 都還沒有上線喔 我們花了4億 結果買到一個不能用的系統已經很離譜了 還因為這個系統不能用 導致台鐵的後勤資源管理整個維修保養亂七八糟 你說要台鐵內部要去行政追究責任 局長的責任大家看部長的魄力 但是面對這一種不肖的廠商 事情沒有做完錢可以不要回來嗎 部長這個問題如果我今天第一次問 我如果逼你給答案是我對你太苛責 這個問題我問了好幾個月 整個行政院上下沒有人要給答案啊 可以這樣做嗎 這個後勤資源系統 他還不能夠上線完全來使用 一定有遇他的問題 我們就需要來檢討跟解決 需要多久 剛剛你講的都是空話 不好意思部長請容我這樣講 需要多久 我問了好友幾個月了 需要多久 也了解一下我同仁他們在執行上 可以最快的時間 可以最快的時間